中国突然亮出战略底牌 事先都没传出任何风声 突然间就发射了一枚大炸弹 上一次类似这种动作是40多年前的事了 新华社引用国防部的消息说 2024年的9月25日8时44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 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就这么几个字 全世界舆论炸了窝了吧 大家听到各种各样的评论 对不对 我跟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军事评论员聊了聊 他说你别说我说的 这事我在央视不好这么讲 据他说 这次发射对外讲 是火箭军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 但是问题是在于你40多年你都不安排 怎么突然间安排这么一个事 新华社消息说的特别清楚 但是个清楚的特点就是 说的很清楚 但是你听不明白 新华社怎么说 新华社说 这主要是用于检验部队武器的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 那这40多年你都不检验 你那时候怎么了解这个训练水平和装备水平 现在怎么突然间用这种方式来检验 新华社还讲了 说发射前 我们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不会误判的 极大的降低了这场实业 引发其他国家战略误判的可能性 大国嘛 大傻气嘛 大炮仗嘛 对吧 你打个招呼 一会儿有个响动 有个响动 大家别害怕 不是地震 没事没事没事 别害怕 你打了招呼对方不心里有底了吗 你不打招呼那么惊魂未定啊 怎么回事 哪里打炮 哈哈哈哈 正因为这样 所以呢 对一部分收到信息的国家呀 他心里有底了 但是 但是有的国家 不是像所有的国家都通报的 你们国家没这个东西啊 是吧 比方说咱们邻居某国 哇大惊失色 因为他一点消息没得到 突然间 这邻居家什么响 哪里打炮 这位居士评论家的朋友说 这场实验呢 让火箭军得以向全世界高调展示 自身战略威慑力量 威慑力量得什么 得完美性 还有呢 得可靠性 实验前通报呢 就是一场针对性的提醒啊 说 哎 注意了 在战略问题上 你不能碰火箭军的红线 哎那 到底是跟谁打招呼的 跟谁没打招呼 对不起 这个新闻没讲 国防部的翻译人也没讲 新华社消息没讲 那这事只能猜了 不过大家心里有数 解放军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实验虽然不少 但是大多都本土实验 在中国土地上 这头打那头中国副业辽阔 打得很远了 往太平洋打导弹 这个实验 如果说有的话 那只有一次 就是1980年5月18号代号为580的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任务 1980年5月18号 1980年出生的孩子今天多大了 40多了 四十四五岁了 那个时候作为中国首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实验任务就是向那个时候美西方国家展示中国的洲际战略威慑能力 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啊 那个时候我们准备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当然需要一个安全的稳定的国际环境 我们就要打这一炮 告诉你 我们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那现在解放军时隔44年再度进行类似实验 如果告诉你不是为了应对美国近几年不断对华问题上推行的讹诈战略 那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大家都知道 周际弹道导弹作为维持一个国家战略威慑力量的主力装备 它的保密等级最高的 可以说首屈一指 所以这次实验本身 说是一次实验 可是能够收集到包括弹头状态在内的巨量的宝贵数据 这非常重要是一次重大的科学实验 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拥有周际弹道导弹的国家在进行类似实验的时候 都会想方设法收回实验弹头 为啥 怕泄密啊 当年解放就为了回收1980年那个580任务的弹头 当时直接抽掉了18艘船船 组织了那个时候新中国历史上新中国海军规模最大的远洋军事行动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 我们良宁舰航母打击群9月20号被曝光说在关岛附近西太平洋海域活动 然后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中国的航母有隐身功能 哪儿去了不知道啊 所以这次良宁舰的任务和这次回收弹头有关系没关系 不知道 你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做文章 我上期节目跟大家讲了 俄罗斯的萨尔玛特单道导弹实验 实验最终发射井爆炸失败 但是中俄两国会接连进行中级难道导弹实验 说明两国很可能一早就在这个问题上 达成共识了 按说俄罗斯的萨尔玛特实验失败 美国人应该兴高采烈才是 但是美国人表现得很沉着呀 这个态度很微妙啊 所以达成共识的也许不只有中俄两国 有没有可能五角倒楼 华盛顿的领导层同样也知道 中国俄罗斯要干这么一次 放一个大炮上给你瞧一瞧 能飞能炸 有人说过段时间呢 美国也可能会跟进中俄 对民兵三或者三叉击导弹进行的抽检式发射 怎么样各位 这个世界有意思吧 中美俄三国都把自己的大杀器拿出来 比较一下 再比较一下 然后再比较一下 然后各自进入到自己的状态 划定自己的红线 所以大国关系啊 跟那个小国关系不一样 大国对这个世界的稳定 安全负有重要责任 我这个军事评论员的朋友 这两天一直在讲美国印太司令 帕帕罗和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视频通话 然后南部战区司令又到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 啊什么南海安全问题什么亚太安全问题中美军事交流非常频繁啊 你说中美两国的军事主观坐在那一排一排这一排美国最排中国的他们谈啥呢 哈哈哈哈会不会关于中国积极推进的正在推进的战略威慑力量现代化有关啊 毫无疑问昨天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那这一系列的迹象 这可能表明华盛顿领导层前段时间推行的讹诈战略 在解放军日益增长的战略威慑力量面前 没戏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再见